古代的女子地位是很低的,而且对于女性有些很多思想上的限制,三重自得,不得随意抛头露面等等,受这些思想的影响。 这些女子对于礼义廉耻看得很重,对于贞洁就更不用说了,再加上在古代偷情是要万人脱弃的。 但是并不是所有女子都是如此,万事总有特例,就是这个特例,一般人根本想不到,在明朝年间,最不知道礼义廉耻的竟然是那么尼姑,没错,就是那些本该倾心寡欲,一心向佛的尼姑,他们反倒是最不堪之人。 自元朝入主中原开始,满意之徒带来的混乱思想,直接是整个社会始风欲下,礼义廉耻渐渐的不被看重,尤其是这些女妮更是全然的不在乎,元朝年间就出现了不少,谁则或者少年进去迷不安,但是再也没有出来的事情。 朱元璋当家作主之后,开始大力的整顿社会风气,提倡成助理学,但是对这些自称妨碍之人的女妮似乎作用不大,她们依旧是我行我素,强迫少年郎或者读书人在庙中留宿,只不过再也没有看到她们走出来。 用了年间,一个少年进了寺庙,被助尼姑留了下来,最后身体消瘦而亡,尼姑为了遮掩丑事,更是毁尸灭迹,天顺年间,尽尽敢讨的书生,同样被尼姑所留,出来时遭一股瘦如柴,耽误了科学,如此种种数不胜数。 为了杜绝这种事情,明朝特意将尼姑的年龄界定在59岁之上,和尚的年龄界定在20岁之下,但是即便是如此规定,万象仍旧是没有终止,丑事稀有发生,值得万历年间,一位名叫周如教的官员寻世江南。 周如教听着名字,就是极其可搬手关制之人,在这里,他就遇到了尼姑强留少年的爱子,这可气坏了这位大人,直接是下令横梁转起飞机,以猪肉价卖于城中官夫,也就是把这些尼姑按照体重,用猪肉价格卖给城中的官官。 一个尼姑最多也就一百来斤,对于这些老光棍们来说,姚姚牙还是愿意买一个回家的,而且这还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,既方变了老光棍,又解决了尼姑需求的问题,方法依出各地纷纷效仿,佛蛮又清静了很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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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